近期整体电力股其实不是太差 当然除了本身传统火电好之外 其实很多新能源的发电股份都不是差 所以其实全部都是比较强的表现 因为始终中国电力 虽然它主要业务都是以一些传统火电为主 但其实它里面 都有一些相对是一些水电 相关比较新能源发电为主的业务是在做的 所以这里的量度会是好一点的 等同个情况下是836万电力 其实这两只同样地都是很强的 如果以传统电力股来说 而目前来计算中的电力去到这些位置 其实看回息率 仍有7厘楼上是算吸引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它去吸纳 但我觉得今天来说未必即使太建议住 因为暂时这些位置 你在高位置看到今天的动力 也不是太明显 当然刚刚开始 但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回回多一点 例如下两个一楼下的 这样才分住去买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以中线来计算 除了百个股价继续破顶 尽再继续上去之外 可能有些收息的部署比较合适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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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